好好吃喔 好多虎喔 超大特地瓜條 吃不完 微怕奶 吊燒我 大家早安 現在人又在機場了 我今天要去的是香港 但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的伴侶她在高雄 她要從高雄回到香港 所以我們會在香港才集合 大家期待一下我們香港會去哪裡咯 今天搭的是華航 雖然才飛兩個小時 但華航他們都有附飛機餐 現在我要等待 因為我比較早下飛機 所以我們就約在入境大廳前 然後她現在問我 感應到了嗎 應該快感應到了 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要來了 現在要來做機場快線 我們做到輕易再轉 機場快線是 我們是在K-look買的 比較便宜 便宜一點點 真的是一點點而已 快捷線 算蠻明亮的 而且座位好搭 可以重遍 可以重遍 香港的7 買了啥 微怕奶 嗯 奶味好濃喔 你的呢 她們 小巧克力 她們沒有很濃 好喝的 香 這是我們住的飯店 第一飯店 是我們飯店一樓的大廳 去開箱房間 17樓的風景 哎呦 这空间还不错耶 空间蛮大的耶 爱河呢 这河没黑啊 化妆台 欸 超多镜子的耶 干湿分离 好脆耶 三碗九千块两个人 但是地理位置有点遥远 第一酒店在沙田区 而且这个饭店它是用平板来控制整个家耶 好赞 它可以调空调 你就可以躺在床上 你想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把灯关掉 就关灯了 好智慧喔 好赞喔 用Apple Pay绑巴达通其实很方便 现在就是可以直接用这个B就可以播了 香港的街景 跟泰国是有点像的 那也就是跟台湾有点像 所以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准备要来去吃 红茶冰室 是我们在香港吃的第一家餐厅 耶 吃吃吃吃吃吃 一街上发现一些很神奇的事 他们搭的音架都是用竹子搭的耶 真的跟以前看的港片一样 就是有可能在追逐的时候 要从楼上这样盪下来 这红绿灯的声音让人好焦虑喔 而且它快要红灯的时候 它的声音会变慢 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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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超多人这里去旺角 好 我剛剛看了很多人在這裡買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比較便宜 但大家都大包小包 但是我是不太敢買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看正貨還是仿貨 不過這裡應該是大家買鞋子的天堂吧 我們剛剛想說 編輯讓小吃來這麼小一個的感覺 這麼小一個 哇 應該不會太多吧 這麼大 怎麼吃得完啊 它是一個套餐 所以它其實有附麵包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 菠蘿油 吃不完 吃味 你覺得這個湯小腸為什麼在... 有一點點鹽 鹽 有不同的口味嗎 你們好看嗎 對 口感好喝喔 這個湯感覺... 還算長 有點像是醬 我不知道他東西都有一段 讓人家... 試驗 等一下才要吃別人 好 還有... 那我下次知道你點 我會客製一點 我也會客製 怎麼會有人 來香港玩腸胃炎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不會放棄吃的 是AMPM 它是賣... 舒芙蕾還有鬆餅的 它有超多口味 它還有一個榴槤口味 我們覺得很特別 一塊是四十 三塊是七十 所以通常要買三塊比較划算 但是我們吃太飽 所以我們就買一塊吃看看 很好吃喔 上面應該是榴槤奶...奶油吧 之類的 它下面那一層我覺得超綿的 很好吃耶 還要買鬆餅 快吃看看 很舒服耶 吃起來很舒服 我們吃完紅島 我覺得它比較普通 對 我也覺得比較普通 但是我們覺得... AMPM好吃 很好吃 就是那個鬆餅 像畫面都有那個殼 對 榴槤味 家家甜品 為大家介紹 家家甜品其實在台北信義也有 台北就開了登登登三家 在香港這一家總店 但是有一些口味是台北沒有的 像這個冰花燉雞蛋啊 芝麻 好舒服喔 很涼耶 超涼 超涼 好久命 超飽 我們這麼多蛋 這家的甜點都是很養生的燉品 是甜點可是對身體又不會太負擔 對 留下來告死已有的足跡在這個夾娃娃機店 夾娃娃機一局是5塊當地 所以是差不多20塊 是台灣的兩倍唷 現在我們要從佐敦散步到尖沙嘴去買back house 沒有蛋塔 買了明天的早餐 去迪士尼的早餐 我覺得尖沙嘴的百貨公司也超大 而且是很多棟連在一起的 而且很早就關門現在才9點 非常準時 9點一定要全部給大家想看 我們從尖沙嘴走到維多利亞港旁邊 看到有人在唱歌 有點像信義區街頭的感覺 這邊在唱 那邊也在唱 應該更像淡水河的感覺 對面就是中環 就是我們後天要去的地方 在這裡看夜景很漂亮 今天就差不多這樣結束 看到了一艘很酷的船 苦逼了 好像是航海王 好了 我們今天走了幾步了 半天是一萬次 趕快回家抬腳吧 好幸運喔 遇到富豪雪高車 好可愛喔 他不是會定點在一個地方 他是隨機的 所以你不一定會遇得到的 我剛剛跟他說我要個杯子的 他就給我巧克力口味了 很濃 我覺得蠻濃的 十塊錢 四十塊 好吃 他會放著可愛的音樂 商榜第二天 這是個很有名的燒鵝 宜樂燒鵝 有人在排隊囉 這個是燒鵝叉燒賴本 跟有機飯 我剛剛吃完一熱燒鵝的心得是 太油了 可是飯很好吃 對 他的醬很好吃 然後蔥也很好吃 但是很油又很鮮 動奶茶很好喝 動奶茶 就不會很甜 然後腸味很重 還蠻解膩的阿 是可以去吃 但是我覺得 可能不要一早就去吃 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 就發現 而且他餐廳的地板超油 手道不行 走路會像噁鵝 然後這樣 然後我繼續要上廁所的時候 因為是蹲著 所以我的腳 蹲在那個馬場 就這樣滑了一下 這樣 邊尿尿邊這樣 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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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鐘環怎麼 這麼多傷口阿 好像爬槍還是劍走 真的有點啼笑 下風耶 哪裡有帥哥 喔好帥喔 封掉 這個上廓真的很需要這種東西耶 我要來買非常有名的Bake House 他的蛋塔很有名 然後 一路上已經排超多人 加油加油 神聖的蛋塔 我們找到第三家中得了 第一天是泰灣 然後第二天是說 他的蛋塔品質要檢測 我覺得有可能是 這邊是總店 所以他把蛋塔全部集中在這裡 比我想像的小一點耶 好讚喔 可是我在 你不舒服嗎 我來吃紫豆藥喔 好可憐喔 出國一直承受產胃炎的痛 奶味很濃 好吃 但沒有想像中那麼誇張 沒有到 Oh my God 超好吃 嗯 嗯 在香港要吃這麼多東西 還是得靠 餵傘的 愛漿果比較 五星好評 一到十分給十分 十一分 我很喜歡吃漿果 因為很好吃 很甜 很好吃又涼涼 我們來到中環的原創坊 這邊是一個 有點像很多文創 東西的一個廣場 然後上面有一些就是像市集一樣 有些賣衣服的小店 走上來每一間都是小店 小店可以逛 是室內的 我覺得在這裡很棒 你在中環逛 累了就可以來坐著 然後這邊也有廁所 又可以逛街 對 這裡有很多外國人 這是外國人開的小店 上面的東西都是 我覺得品質算不錯 但是就是蠻貴的 那我覺得來這裡可以 坐一下休息才會不錯 然後也蠻多地方會拍照的 這個手提袋是我在泰國有買的 一個是390泰族 在泰國 現在在港幣 也是390 下風耶 港幣是要乘4的耶 然後還有一個露台花園 他在這邊坐著休息耶 在這裡的馬路是 你想過就過 你看沒車你就衝 等紅綠燈的時候也是 紅燈的時候 你覺得沒車等太久 你就直接衝 所以在香港其實 過馬路有點危險 然後我們看到了這一家 看看池圖 它其實也蠻有料的 對啊 很像地瓜球這樣QQ的 很好吃 而且它是熱熱的 這35.6顆 讚 我們要來吃甜品 滿季甜品 它在上環這邊 這個很復古的感覺 哇 竟然是主打咱們的九分語言 杏枝桃椒銀耳育圓 感覺滿養顏美容的 吃完等一下就 膠原蛋白補回來 它還有這個榴槤煎糖 一坨榴槤加紫米 目前還不敢嘗試 它非常的濃郁 感不感受得出來 就是它的這個液體 是非常的濃郁 很香 又不會太甜 銀耳 就是很Q 又養生又好吃 好好吃喔 買錯叮叮車 超可愛的 看Google Map上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是這一個 這一個標誌的就是叮叮車 就可以坐 只是往東還是往西 我不太會看 我們坐在二樓 今天剛好涼涼的 坐這個沒有冷氣的 還滿舒服的 很讚 喜歡 只是它很晃 對會 他們叮叮車是從後面上 前面下 然後前面付錢 就是拿一個八達通去比一下 謝謝 麻煩 他們的謝謝是麻煩 然後我跟王靜音的說 王靜音說的時候 他就說 不知道 不知道 好特別 我們已經迷失在裡面了 妳好厲害喔 寫在自己賣的產品上 對啊 好美喔 完蛋了 我們在裡面迷失自我了 買太多了 買太多了 我們買身體油 失去了方向 好想手滑買香水 我也想手滑買香水 它是從頭到腳 都有出產品店的話 有一些化妝水的洗面乳啊 然後香皂 香水 它有賣牙刷梳子 我覺得是一家很可愛的店 它裡面裝潢的很漂亮 然後台北好像也有噴店了 可是很不小心就在裡面 迷失了 我們現在到易歲會 它的前身是一家 牛奶公司的倉庫 然後現在是變成放一些 藝術的作品在裡面 這個地方很漂亮 可以來拍照 可是它的地點在一個三角的地方 就是車超級多 所以拍照其實也是很有難度 就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 欸有有 又有帥哥了 我好像有點理解 為什麼就是港青都很帥 我覺得香港的男生都很不打扮 但是我很厲害 然後臉 髮型啊 我都很有心 現在太想尿尿了 走進了一家 中間大廈 我以為這裡是百貨公司有廁所 但是它的廁所是 就是租戶專用的 然後我就去一家咖啡廳原本要點咖啡 問他有沒有廁所 他就直接給我這個 他就直接給我這個 要逼卡 神之牌 寶令牌 Be happy 我都在那氣笑 快秒鐘 這邊是蘭桂坊的周邊 他們的酒吧就是長這樣 每一間店的裝潢都很有質感 然後又有露天 晚上應該超多帥哥的 來吃個小點 頂點 蘿蔔糕 然後他們的醬料是這樣子 小包裝的 這現在很Q喔 滿大一顆的耶 就比起台灣的 我覺得 蘿蔔糕想像中跟它一樣 大的很酥的 稍微煎過 我們吃完頂點的感想是 好鹹 好油 可是蘿蔔糕還滿好吃的 很嫩很嫩 鳳爪也是軟軟的 好嫩Q嫩Q 我們現在在大館 大館是以前的中區警署 然後現在就是用比較 也是文藝復興的方式 這邊就是監獄 Oh my god 為什麼它可以開啊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我現在這個空間 就是一個監獄的空間 只是它把它打通吧 你犯了什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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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監獄超長 就以前很受審人在這邊 運動的地方 然後它把它改成一個 像是花園吧 滿漂亮的 這裡很多地方可以拍喔 欸 走走 看看 準備來去山林染車 是該看夜景的時候了 然後我們是在Klook上面買票 有點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才進來去 對啊 那為什麼這要買 然後在網路上買 那我如果在現場買一次 就不用開通了 救命神器一定要帶 涼涼紙巾 一定要買他們家 他們家超涼 最涼 好像又在業配了 因為好像是因為 廉價的關係 就是它售票跟 有掃碼的 好像都 全部塞在一起了 這個寫度很極致欸 對 有點噁明 對 好像滿壞的 超美的美景 這邊有一個超大的螢幕欸 不知道在播什麼 不然他說來香港 都一定要吃粥 然後呢 剛好看到它有腸粉 炸兩腸粉 就是油條腸粉 只要賣完了 嘿 以為是白粥呢 躺在底下啦 這腸粉 超大的 我們又誤會了 有可能是一件事不完 但是加了很多醬油 它沒有很香 然後就很嫩 然後它的粥 料超多 它的雞肉是給這種的 很有誠意的 一碗是27塊 算算 五百億 八十幾 九十塊 差不多 我們已經結束了 香港的四天三夜 全部旅行下來 我覺得他們的交通很便利 其實跟台北的捷運很像 可是我覺得它 過馬路真的超危險 但是它車速全部都超快 你要注意左右有沒有車 然後又衝的過去 對 真的是用跑的人 開車司機根本沒有在踩煞車這件事 對 他都覺得你就是過去 你跟我過去 他相信你 對他相信你你跟我過去 然後他就 咻 就會直接衝 而且他們司機很沒耐心 很會按喇叭 對 他聽到 很適合那個大選的時候去 再來就是他們吃的食物也很多一樣 很多小店 走到哪邊都會有什麼賓士 我覺得其實他們的食物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有點鹹 偏鹹啊 嗯 口味比較重 分量都很大 我不知道它的食物都這麼大 甜點我覺得很棒 就是家家甜品啊 然後跟滿季 我都覺得我很喜歡 就是養生的那種甜品 都是好吃的 我最想吃的就是那榴槤舒服咧 真的超好吃的欸 AMPM的那一個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那麼多榴槤味欸 大家地鐵又聞到有人 欸怎麼有榴槤的味道 對啊就是到處都有人在吃榴槤 就是覺得 香港人也是很喜歡吃榴槤 不過每個人看三分鐘的距離 你可能走下去 可能那個要十分鐘 因為可能是一個超級無敵上坡 或者是一個超級大碗 喔對 而且它這邊幾乎都上坡下坡 超斜 然後樓梯超多 而且我們之前算滿幸運 沒有遇到下雨 下雨只有一下下而已 對對對 因為上禮拜好像都在下大雨 對啊 謝謝 謝謝 然後還有什麼值得分享的 就是我們今天圈裡面很多帥哥 喔對 中環超多帥哥 都是外國人 真的都是外國人 而且連香港人都跟我講英文 推薦大家來香港 就是住中環 那附近就是還有蘭桂坊 可以去喝酒 市區也比較方便 對 然後看到很多帥哥 這樣子 超開心 而且已經帥到就是 我們需要有一個暗號 就是說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隔壁的男生帥不帥 帥的話就是 地督地督 對 然後今天整路我們看到帥哥 прям 這應該被雷達會一直叮叮叮叮 core 以上就是我們來香港的心得 vid • sub 5 這呃 嚼應該爆了 吃看看他們的微波食品 這個是 公仔點心仙蝦腸粉 這邊要15塊錢 但愷istinct 嗯 嗯 它可以做的跟就是剛蒸出來 差不多欸 我覺得蠻厲害的 都沒有什麼微波式片的感覺 不然增加石 而且它裡面真的有蝦子 有些買不到東西的時候在超市買的感覺還不錯 這裡是飯店的頂樓游泳池 可惜的是它說有雷魚警報就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有辦法進去拍到照顧 因為下雨天的關係 所以它這個寵物的小花園也關了 然後這邊就是寵物有閃這樣子 它還有一個給寵物跑的地方 那這個應該是小朋友啦 如果是有家人帶親子或是寵物的話 這個飯店是蠻推薦的 這一家是喜運港點 分排骨 煲湯 煲湯有點看不出是什麼 就是雞湯 咸林吃它是那個檸檬 然後你就直接加雪鱙魚 咕嚕咕嚕咕嚕嚕咕嚕咕嚕咕 然後這是叉子你就自己咚咚咚咕 然後把它把檸檬的味道咬出來 這家還不錯欸 我覺得我們飯店旁邊的食物都蠻好吃的 這個本 concentrated超好吃的 好嫩喔 它是不會很鹹欸 那燒賣的口感呢 它吃起來是QQ嫩嫩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住的飯店 附近就是好吃 先加糖粉 跟蘿蔔糕膏 淺水餃 加油 加油 好 好 謝謝 開門那一刻大家就有爆炸 欸哪裡 嚇瘋了耶 沒過來了 沒過來了 謝謝